就看利马对迪亚斯的防守强度 一个合理的冲撞 差点让迪亚斯一口气上不来 回不到利物浦 能明白利马为何外号屠夫了吧 175的身高 高空球真夺三次成功两次 没有真功夫还真踢不了中位 塔罗绝杀球弥足珍贵 但我个人认为 每周杯决赛的利马 才是阿根廷能够捧杯最重要的原因 欢迎来到球场显微镜 让我带领各位亏叹球场上不一杯察觉的细节 利马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 有人说他是躺赢 好的 凡手再拿一座每周杯冠军奖杯 这一次外界应该没说的了吧 主力中位 后防大闸 阿根廷球门前 除了大马丁之外 最令人放心的守门人 决赛哥伦比亚给到了阿根廷足够的压力 55%的控球率 19角色门 都遥遥领先阿根廷 从阿根廷的站位图来看 利马的位置很深 是球队拖在最后的球员 算得上是大马丁身前最后一道屏障 只是说可能感觉不到 就像在这里 镜头里是不是以为 这就是阿根廷后场出球时的站位呢 随着球回传门将 这才发现利马拖后情况 这个位置也侧面说明了 在防守时 他需要对防线拖底 真可谓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再换一个片段场景 罗美罗右路持球 利马是向后场回伸移动 并不是面向进攻方向 去更主动的参与推进 这在本场比赛 是利马在防线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有利马陈迪 能够最大限制的锁住风险的 科尔多瓦 身高比较的话 科尔多瓦188 利马只有175 但利马防守能够斩下正多顶级中锋 绝不是利用身高 对球路的判断和底盘扎实 利用卡位来完成防守才是核心 这一次的防守就很干脆 像这种55开的高空球争夺 你也完全可以信任利马 我们可以看一下利马防守反应的时间 阿根廷湖顶二防一 利马一直在关注科尔多瓦的动态 三人同时启动 身高最低的利马启动更迅速 防守反应极快 直接滑闪将就破坏 整个动作不拖泥带水 干净利落 一气合成 阿根廷第一条防线 无法有效的限制哥伦比亚中场时 中场线一味的退守 也无法阻挡传向2000之间的传球 球打到2000之间后 我们能看到利马的落防意识 盯住皮球跟着防线退守 球分到边路 第一时间回头和罗美罗交流防守 然后抢在科尔多瓦前 将传中球破坏 因为阿根廷阵型打开比较大 两线之间的空间很容易被抓到 这楼的位置就很奇妙 阿根廷的中场 遇到的是出球点限制不住 没有顶上去 接应点也顾忌不到 位置还回不来 塔利亚菲科需要兼顾边路的插上球员 也无法去顶这楼 科尔多瓦中了牵着阿根廷双中位 直白一点说 这楼就是那个前场的自由人 接球转身之后 或是年龄上去 速度没了 完全可以自己持球 继续去压阿根廷防线 分边路 在船中 简单的两脚传递 阿根廷的防守毫无参与感 只是最后立马的解围破坏 实大实地解除了门前的威胁 边中结合遇到利马 科尔多瓦也是被防击了眼 这张黄牌觉得也轻了 这动作也就在美洲杯了 放在欧洲杯上 对不起 红保时卡送你离开 利马场上接受对一治疗 场下哥伦比亚球迷载歌载舞 明眼人都能知道立马在场 对阿根廷意味着什么 利马防守强在哪里 哥伦比亚快攻把球分到右边路 中路迪亚斯跑出了空位 利马在被拉出去防守的时候 还有功夫回看中路情况 一般情况下 中位这个时候 哪有心思顾及中路 又是一次精准的下脚 虽然没能直接破坏皮球 但也有效地阻碍了 哥伦比亚想要更进一步的讲法 给队友落防到位 争取到了难能可贵的 安秒计算的时间 利马的存在价值 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充分体现 罗梅罗顶出去 因为是内部防线身后出现了空档 哥伦比亚一脚传递 就把球打到了空档里 还是立马 果断的划铲 浇灭了哥伦比亚的斗志 这种气质上对球队的提升 是无法用数据衡量的 顶住这波防线压力 安根廷后得喘息 立刻还以颜色 完成加持绝杀 这就是足球啊 没有防线的硬度 安根廷何来杀死比赛的勇气 累了就歇歇吧 磨咪等你回来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是李延峰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